好,OK,首先呢,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清登教育的公开课课堂 我呢,是今天的主张老师,山河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之前老师讲过一系列的公开课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关于Person爬虫的一个爬虫小案例 这个案例的主题呢,是每桌壁纸这个平台 我呢,想把一些小姐姐的壁纸爬取下来 作为我们一个手机壁纸 那么目前呢,爬取小姐姐的高清壁纸图片 包括它的电脑壁纸和手机壁纸 这个是一系列的课题介绍 这个作为老司机的我们,是吧 作为一个资深的爬虫工程师,爬虫程序员 作为老司机,我们应该值得拥有这些手机壁纸 相信呢,等一下给大家看咱们这个高清的壁纸 朋友们,你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质量有多高,好吧 好,后面呢,是一系列的环境介绍 一系列的环境介绍 那么前面两个呢,是老师今天使用到的一个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 老师使用的是Python 3.6的解释器 以及PyCharm的代码编辑器 这个前面两个是属于环境问题 如果说环境没有安装的同学啊 也可以加到右边的这个微信二维码 这是我们助理老师近期 助理老师近期呢,会把一些Python环境的安装包和安装视频 同样的会发送给你们 想要安装环境的同学啊,也可以加上我们右边的助理老师近期 下面两个呢,是我们今天啊,要需要使用的两个第三方模块 第一个是Request模块 那么Request这个模块呢 它会啊,帮助我们发送一个URL地址请求 获取数据的一个模块 这是请求模块 下面这个模块呢,针对于你请求到的数据 我呢,今天是使用这个模块进行数据解析 数据提取,把我想要的数据给提取来 好吧,那么针对于今天咱们课堂当中的一百多位同学啊 一百多位同学,那么相信肯定有新来的 或者说第一次来听我们公开课的 甚至于一些零基础的学员 那么这些学员呢,可能第一次来听课 担心自己听不懂,听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对吧,那么针对于这些同学呢 你不要担心,好吧 我们呢,是提供一个课程录播的 那么这个课程录播的获取方式呢 你需要在我们的公屏上 首先在公屏上跟老师一起打卡 打卡之后呢,加上我们右边的这个助理老师的微信 就可以获取到咱们今天本堂课的一个录播 那么录播给到你之后呢 你可以在业余时间 包括下课时间,对吧 循环往复的观看录播 去学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 案例当中的一系列技术 包括一系列的Python的安装包 安装教程,以及Python的安装包 安装教程,使用教程,还有记号码 对吧,通通的都可以加到我们右边的助理老师 找他获取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系列的课前小福利 如果说同学们需要的话呢 可以加到这个助理老师的微信号 我呢,把助理老师的微信号放在左上角 感兴趣需要这些资料的同学 可以加上我们助理老师的微信号 好吧 好,那么在课程的开始呢 有记号码 在课程的开始呢 我首先,针对于课档当中的学员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问一下同学们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的学员 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咱们今天讲的一个爬松案例 爬松小案例 完全没有接触过爬松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爬松 那么这一类的学员 首先给老师扣个零 好吧 如果说呢,你了解过爬松 然后呢,写过一系列的简单的爬松案例 那么这样的同学呢 给老师扣个一 好不好,同学们 因为我呢,需要了解一下我们课堂当中的学员的一个学习情况 学习进度,对吧 那么针对于同学们的一系列的情况呢 我会调整一下我上课的节奏 以及上课的速度 对吧 好,我陆陆续续看一下 看来我们课堂当中的学员啊,零技术的好像 后面一大包扣一的啊 前面是扣零的参半吧 零技术和了解过的同学基本上 啊,参半啊 还有负一的 这个你是真的皮 好,那么针对于课堂当中的学生们的这些情况呢 你们当中的这些情况啊 老师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爬松 想让同学们有一个大概上概念的一个理解 好吧 让老师用一句话简单介绍什么是爬松呢 爬松啊 它就是模拟浏览器 或者说模拟客户端 去请求对方服务器的一个数据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要我们用一个很好的伪装 把自己的代码伪装成一个浏览器 或者说一个客户端用户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你伪装好了之后啊 你是不是可以获取到我们页面当中的一些数据 包括互联网当中你任何可以看到的数据 对吧 这就是第二步 那么针对于第一步和第二步呢 整个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习爬松 或者来说作为一个爬松工程师 来说也好 你主要是就做这些事情的 那么针对于网络当中的海量的数据啊 老师给大家呢 分类了啊 分为四大类数据 第一类呢是文本数据 也就是一些字符串 包括中文字符串 英文字符串 中文字母 对吧 这是文文数据 第二类呢是图片数据 第三类呢是音频数据 第四类呢是视频数据 目前来说 老师在网上 也是大家来说啊 针对于大家来说 在网上目前 普遍的看到的都是这四个大类的数据 文本 图片 音频 以及视频 对吧 好 目前呢 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 是吧 那么数据量 它是一个 称指数是增长的一个状况 那么它的数据量是越增长 越来越增长的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啊 做爬虫就是 你制定一个爬取规则 把你需要的数据给爬取下来 这是针对于扣1 扣0的同学 老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爬虫 那么针对于扣1的同学啊 那他肯定是了解过一些爬虫 了解过 写过一些爬虫案例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啊 给大家提供一个 爬虫学习的一个路线图 好吧 这个路线图呢 包括了一系列 学习爬虫需要学哪些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呢 同学们 你可以把它看作 目前啊 市面上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点 这些技术点 作为我们一个爬虫工程师 或者说学习爬虫来说 你要做得精的话 你这些技术点基本上都要会 那么这个学习路线图呢 可以看到啊 同学们有很多的知识点 对吧 有特别多的知识点 那么老师放大呢 你是不是能够看清楚 那么老师放大啊 你只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图片的冰山一角 你可以看到啊 我放大之后 在他的这个下面是不是只有 只有这么一块 很小一块地方 如果说呢 同学们需要这个学习路线图的 圆图的同学啊 也可以加到我们左上角的助理老师 直接找助理老师去获取 相信呢 这个路线图给大家学习上有一个帮助问题 好不好 帮助大家指引 学习爬虫该如何去走 对吧 好 这是针对于Q1的同学 肯定要学那么多啊 因为现在作为一个爬虫工程师 如果说你面向就业的话呢 你学的知识点不多的话 那么你在工作岗位的竞争力就没那么高 好吧 计算机不能算计算吗 我没有声音和画面的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啊 好那目前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案例教学 首先呢 我们可以百度一下 百度什么呢 每桌 每桌壁纸啊 每桌壁纸 在我们搜索结果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爬取的一个目标网页啊 第一个啊 我点击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每桌壁纸的一些导航栏 它包括桌面壁纸 手机壁纸 壁纸专题 很多啊 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爬取一些手机壁纸 爬取手机壁纸 那么手机壁纸呢 它也分为了很多类型啊 像这些有一个最新手机壁纸 对吧 继续往下翻了 一个美女手机壁纸 还有呢 明星手机壁纸 对吧 还有呢对应的影视手机壁纸 那么我们做一个老司机好吧 对啊 要爬美女 老师特别喜欢爬美女啊 如果说在课堂上讲公开课讲一些案例的话呢 老师特别喜欢爬美女图 还有呢特别喜欢爬一些视频啊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美女手机壁纸给大家给干下来好吧 好吧 可不可以 这里右边呢 针对于美女手机壁纸这个专题啊 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更多啊 一点击更多 他是不是进入到了最新的美女手机壁纸这个页面 我把这个URL地址啊 这个地址 地址栏中的地址 我发给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地址啊 大家可以进去一下 nice 对吧 面向监狱变成 这个爬图编怎么面向监狱变成了 好 这个网页呢 就是当前我们今天所需要抓取的一个目标网页 同学们呢 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对吧 我把这个 另接也发给大家了 我要写这个 你这个好好听 好吧 还需要脱 不用啊 不用脱裤子啊 不用脱裤子 那么麻烦 真的 好 目标网页我们确定了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从一个思路上教导大家 咱们这个案例应该如何去写 首先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爬虫的一般思路啊 这个是呢 老师总结出来的啊 也就是说老师啊 一般写爬虫 主要是通过这四个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的爬虫案例的一个编写 那么这四个步骤呢 也是作为一个通用爬虫来说 一般的啊 不管是哪个工程师 哪个学习学生也好 他也是通过这四个步骤来说 来实现我们的案例的 第一步呢 分析目标网页 确定 爬取的URL路径 对应的传递一些header的参数 好 这第一步 确定主要是确定URL路径 也就是我们的地址导航栏中的一系列 地址对吧 好 这第一步 第二步呢 有了URL路径URL地址之后 是不是我们可以使用request的这个模块 模拟浏览器发送请求 去获取到URL这个服务器的响应数据 第二步就是获取响应数据 主要是获取响应数据 那么第二步响应数据 我们获取到了 那么走到第三步之后呢 我们可以针对于写一系列的数据提取规则 把你需要的数据 你真正需要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第三步就是解析数据 那么解析数据解析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四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保存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老师将带大家啊 通过这四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今天的爬送案例 第一步呢 分析目标网页确定爬取的URL路径 对应的要传递一些headers参数 那么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啊进入到我们目标网页 这句话呢 它就是让你啊 确定当前啊 这个页面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 还是一个动态网页 所以说呢 如果说它是一个静态网页的话 那么它的URL地址 就是我们地址导航栏中的这个URL地址 这是静态网页 找URL地址 我们应该如何找 如果说它是一个动态网页的话呢 那么它的URL地址 那就要通过右键 Network进行抓包 Network抓包 Network呢 是我们谷歌浏览器啊 提供的一个招包工具 那么刷新一下页面之后啊 下面呢 是不是有特别多的数据包 那么下面所有的数据包 都是上面页面当中的数据 有什么数据 下面就会以一个数据包的形式 给大家呈现 那么当前这个网页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 还是一个动态网页呢 我们啊 可以通过啊 右键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 右键啊 点击 查看网页原代码 通过点击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新弹出一个浏览器窗口 那么这个窗口呢 这些数据 它是不是一些HTML 字符串 标签数据 对吧 像有同 有同学学过HTML的 可以知道啊 咱们页面网页当中的一系列数据啊 网页当中的一系列数据 它都是以一个标签给大家呈现的 也是一个样式问题 那么这些数据呢 它是没有经过浏览器渲染的原数据 没有经过浏览器渲染的原数据 也就是说啊 对方服务器 当你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对方服务器返回给你的数据 就长这个样子 它没经过渲染的 那么它渲染的工作是交给谁做呢 它渲染数据的工作是交给浏览器 浏览器去做的 它渲染之后它就长这个样子啊 长这个样子 这是渲染之后 整个页面长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是网页源代码 给大家讲一下啊 网页源代码 它的具体的一些区分啊 这些数据格式什么样子 都是一群HTML字符串标签 对吧 那么如何确定它是静态网页 还是动态网页呢 首先啊 你可以任意的 你选择一个 网页当中的数据啊 首先我选这个性感蓝色 好吧 我把这个图片的这个标题 我给大家 在网页源代码当中搜索一下 性感蓝色 我就搜索四个字 好吧 在网页源代码中啊 Ctrl F 调出搜索框 搜索一下性感蓝色 对吧 我搜索到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四个结果的搜索 对吧 有四个结果反过给你 对应的呢 在我们下面的这里啊 针对于搜索到的结果 它有一个颜色上的一个区分 如果说 如果说你在这个整个网页源代码中 能够搜索到当前网页当中的任何数据 你呢 都可以确定当前网页 它就是一个静态网页 当前网页 它就是一个静态网页 那么静态网页的URL地址 是不是就是这个 就是地址导航栏中的这个URL地址 我首先呢 把它给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再掳代码 首先呢 定一个base URL 它呢 是一个字符串 我呢 用一个字符串 来接收它一下 然后把我刚刚复制的一个URL地址 链接地址 我给它粘贴进去 好 这个是确定URL链接地址 它的路径 第二个呢 我还需要确定它的headers参数 那么headers参数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呢 headers参数 我们应该如何确定 我们呢 可以通过右键 点击检查 同样的找到network 进行抓包 我首先进行抓包 抓包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呢 下面是不是有很多个数据包 对应的呢 我任意的选择一个数据包 任意的选择一个数据包 它在右边又会给我们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对吧 那么新的窗口后面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headers这个栏目下 有一个general 那么general呢 它是当前这个数据包 它的一系列的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的请求方式 包括它的请求状态码 请求的IP地址 包括它的防盗链 对吧 好 继续往下走呢 这个是response headers 这是响应 响应头 什么是响应头呢 响应头啊 就是对方服务器 给你响应数据 给你返回数据的时候 需要带上这些字段 这些字段呢 一般的是一系列的格式啊 包括它的解析的一些类型 链接类型 包括它的时间 对吧 还包括很多的字段啊 这字段呢 每个字段都为它特定的意思 这个属于响应头 response headers 响应头 好 继续往下翻呢 还有一个什么 request headers 这个属于请求头 也就是说 当前我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带上这些请求 请求头当中的一系列的参数 对吧 所以说呢 请求头当中有很多的参数 像accept 允许的一些类型 允许的一些数据类型 accept encoding 编码 一些一系列的编码 accept language 它的语言 a control 这个是它涉及到它的缓存 connection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链接类型 它是长链接 还是短链接 后面还有cookie 也就是身份器的呃用户浏览器的一个cookie值 啊 继续往下方呢 还有一些主啊 主机啊 refer 防盗防盗链对吧 upgrade increase request 这个它是属于什么 好像是那个 这个参数我不记得它什么意思了啊 我不记得它什么意思了啊 继续往后走呢 还有一个user agent user agent user agent 那么我们啊 heathers参数 是不是 在请求的时候需要带上这些字段 对吧 请求的时候需要带上这些字段 所以说呢 我针对于我当前这个案例 我需要带上哪些字段呢 同学 像heathers参数 我需要选一个字段 我呢 首先给大家提个醒吧 啊 我只要选择一个字段 哪一个字段呢 user agent的这个字段 啊 这个字段 首先呢 我把这个字段 包括它的值 我给它复制下来 好 复制下来之后啊 粘贴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首先呢 定一个header是参数啊 它呢 是一个字典构成的一个数据类型 左边呢 是它的字典的键 右边对应的是字典的值 所以呢 它的键 我需要用一个双引号把它包裹起来 它的值呢 我需要也需要用一个双引号把它包裹起来 它整个包裹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那么闭合的双引号 对吧 那么 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值啊 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问老师啊 为什么要加上user agent的这个字段 为什么只加这一个字段呢 对吧 老师刚刚给大家说了啊 我们做爬虫呢 是要模拟浏览器 去请求服务器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字段呢 它实际上 它表示什么意思啊 它就是用户浏览器身份的一个标识 通俗来说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我们日常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身份证 所以说呢 你在请求这个urldigit的时候 你带上这个请求参数 那么你可以把你整个的爬虫代码 伪装成 伪装成什么 伪装成一个 浏览器用户 你加上这个字段之后 会把你整个代码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好吧 那么伪装好了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模拟浏览器 发送页面请求 获取到一些 一系列的响应数据 那么这个user agent的这个字段 它具体的有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mozilla它是一个用户浏览器的一个名称 这个涉及到浏览器的一个开发历史 因为第一代浏览器开发出来呢 它是以mozilla命名的 往后呢 所有的浏览器 不管哪家公司 开发出来哪个版本的浏览器 通通的都以mozilla命名 后面接上它的一个版本 继续往后翻呢 在括号内部 是你当前操作系统的一个参数 像老师呢 今天使用的是 Win1064位的操作系统 继续往后翻呢 是什么 是我们谷歌浏览器的 一系列的内核 像老师使用的是 谷歌浏览器 743版本的 后面是接上它的一个 Safari内核 这个呢 具体的就是user agent的这个字段 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字段表示什么意思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 这里给同学们提个醒啊 如果说同学们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公屏上直接给老师 讲出来好吧 老师可以呢 给你做一个在线解答 如果说没有疑问的话呢 老师就跟 根据老师的思路啊 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 好吧 好 具体的呢 第一步就写到这里 主要是准备 两个参数问题吧 第一个是准备url地址 第二个呢 是准备一些headers参数 对吧 如何再加一个来源 我还没学还没学到这儿啊 王艺云音乐评论 这个肯定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吧 王艺云的音乐评论 很多评论 老师之前都爬过啊 包括 电影评 音乐评论 包括都办的一些影评 嗯 对都爬过 老师之前都爬过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呢 针对于第一步 我获取到的确定的url地址 headers参数 我也给他指定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讲第二步吧 第二步 发送请求 主要是呢 会使用到request这个模块 request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是不是帮助我们 模拟浏览器发送请求的一个模块 对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导入一下这个模块 import request import request 导入这个模块呢 如果说同学们没有安装的话呢 可以通过mini行的方式 pip install request 通过mini行的方式去安装这个模块 前提是你的pathon环境配置没问题 导入模块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request.get方法 调述它的一个get方法 get方法是不是得到获取的意思 得到获取的意思 我呢需要得到获取请求 我呢是需要请求当前这个url地址 对吧 所以说呢 我需要把base url 给它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 那么传递进去呢 后面我还要指定它的一系列的请求参数 对吧 老师刚刚说了啊 当前我们整个代码 请求这个url地址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带上这个header请求参数 那么在这里我就要指定它的请求参数 header等于header 那么在这里啊 这个header是不是红色的 后面是不是白色的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 红色的这个header呢 它是当前这个get方法的一个参数啊 一个参数 后面这个白色的header呢 是老师刚刚指定的一系列的header 是请求的一些字段 好吧 那么这一行代码呢 就帮助我们无理浏览器 去请求到这个url地址的数据了 好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请求到了之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 返回一个response响应对象 那么response响应对象呢 我需要从响应对象当中 取出来我获取到的一系列的数据 我们可以啊通过response 点text方法 response.text 取出响应对象当中的文本数据 text是不是表示文本的意思 文件对吧 文本 具体的为什么是text呢 因为啊当前我通过这个url地址 请求数据 我获取到的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网页语言代码当中 一大串的html标签 就是这个html标签 好吧 那么html标签 它的数据的类型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字符串类型 那么所有字符串类型的获取方式呢 都是text方法 从response想要对象当中 取出它的字符串的一些数据 好 取出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data变量 接收一下这个数据 接收之后呢 我进行一个print函数进行打印 打印一下data 看能否获取到 我们想要的一系列的数据 好吧 好 老师通过右键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啊 当前整个控制台中呢 有一大串的html标签的一系列的数据 对吧 好 获取到数据之后呢 我在这里需要进行一个数据的对比 同样的我搜索一下性感蓝色 复制一下啊 然后在我们的控制台当中 调出cntrlf 调出搜索框 粘贴 是不是搜索一下性感蓝色这个图片的标题 我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数据啊 那么证明我们获取到的数据是没问题的 好吧 好 这是我们整个代码的第二步啊 第二步 第二步 好 朋友们再次提醒啊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当场给老师提出来 好吧 有问题的同学 这个方法和用scrape爬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啊 没什么区别 scrape框架呢 它只是用框架来爬 那么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呢 它是使用通用爬松一系列的技术 也就是使用request的请求库 首先去请求数据 可以用post吗 不可以用post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这个页面 它是一个静态网页啊 静态网页 那么静态网页的数据包 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一系列的数据包 像这个第一个数据包 我对比一下啊 首先呢 我把它给接下来 好 同学们你进行一个 上下啊 上下这两个url地址 你进行一起进行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对比 是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啊 当前这个url地址这个数据包就是第一个数据包 那么这个url地址 它的请求方式在后台指定的就是get 这里有一个request method 请求方式get 所以说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请求方式在代码当中也需要使用get方法去请求 post的方法请求呢 一般啊 在登录的时候要用post post的方法 请求方法呢 它一般是 如果说你需要修改 页面数据的时候 一般使用post 包括你要传数据的时候 也是使用post 可以直接学框架 直接学框架 我估计里面是都过不了啊 如果说你直接学框架的话呢 包括一系列的原理性的东西啊 里面是可能都过不了 真的 我们这个饭要一口一口吃啊 路要一步一步走 真的 我还没学听不懂啊 只会班 听不懂同学 这个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吧 具体的啊 同学们 我建议同学们 首先把python基本语法学会 学会之后呢 你可能听老师讲这个案例 你可能听了明白一点 自学大半年了 这个自学 我真的不敢恭维啊 因为老师之前呢 也是自学 一步一个坑踩着走过来的啊 给了给同学们说一下 老师目前踩了五年的坑 同学们 你想一想 你想学爬松 你想踩几年 对吧 可惜只是个兴趣 如果说呢 作为一个兴趣来说的话呢 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们可以接一些外包啊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呢 有个笑话 什么笑话呢 他说我看了一个抖音啊 疫情期间 因为他是一个程序员啊 他说啊 疫情期间对我们程序员的冲击是最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家办公啊 程序员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特别是针对于互联网 行业来说兴趣是最小的 如果说人家有空 还可以接一些外包 接一些私活 对吧 所以说这个疫情啊 疫情过后 我们的这个互联网 也肯定会发展的更加好 找不到外包的话 再拿着外包 这个外包的话呢 我们清登教育 有一个正规的外包渠道 这个给 后面给大家介绍 这是第二步啊 第二步 我后续到了数据 第三步呢 我是不是要经过一个数据解析啊 同学们 数据解析 首先呢 给大家明确一下 我需要哪些数据啊 针对于当前几个网页 他是不是 在这里啊 在这里 有一个啥 有一系列的相册吧 老师这里把它称作相册啊 相册 为什么称作相册呢 任意的我点击进去一个 相册内部当中 这里是不是有若干 三张图片啊 也就是说这个相册 他有九张图片啊 有九张图片 对应的呢 我们这个往下往上翻一点 往上翻一点 这个腿太长了啊 往后翻 往后翻啊 他是不是会把页面实行一个翻页 那么我们呢 今天的目标 给大家首先明确一下 我们今天呢 是针对于每一个相册 老师给大家爬取 每一张每一个相册的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呃 继续往后翻呢 你可以看一下当前这个网页 他有 第一页啊 第一页 他是不是第一页的数据 后面还有五页的数据啊 我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页数 他的最多是五页啊 最多是五页 那么对应的呢 我需要首先数据解析啊 既然说我需要获取相册 内部当中的相册的大的图片 这高质量的一些大图 对吧 那么我们第一步数据解析 就是要首先把当前这个页面 每一个相册的URL地址 给他解析出来 这第一步 这是第一层解析 第二层解析呢 进入到相册内部 因为我后续到了他的相册的URL地址 对吧 那么相册内部当中的URL地址数据 我是不是也能够获取到 那么内部当中的这一系列数据 我获取到了之后呢 第二步数据解析 我就是解析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大图片 这些图片 我把它通过数据解析给解析出来 这个认证听课啊 认证听课啊 认证听课啊 这是两次数据解析 那么首先呢 我呢可以通过啊 右键点击检查 点击检查 右键点击检查之后呢 在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它会给我们自动的 给我们定位到 右键点击检查的当前这个标签 可以发现啊 第一个相册 它是不是包裹在 img标签下 那么img标签呢 继续往上提一下啊 上面有一个a标签 对吧 那么a标签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和ref属性 那么这个和ref属性后面呢 它有一大串的 连接地址 也就是url地址 那么我们第一步数据解析啊 就是要获取a标签下 和ref的它的属性值 可以发现啊 我点击这个和ref这个连接地址 我主标左键点击 点击进去之后 是不是进入到了我们的相册内部 对吧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要解析出当前这个页面 当前这个页面 所有相册的url地址 对于呢 我任意的再次点击另外一个相册 右键点击检查 可以发现啊 是不是 包括在a标签下 它有一个和ref属性 和ref属性对应的 它就是当前这个相册的url地址 这是第一层解析 那么第二层解析 url地址我们获取到了 点击相册内部 我是不是可以 请求到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地址 因为这个就是相册的url地址 就是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我们有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取到相册内部当中的一些数据 那么第二层解析呢 我就是要把这些图片数据 右键点击检查 右键点击检查之后呢 图片数据可以看到 图片数据是不是包裹在img标签下 对啊 img标签下 它呢有一个src的属性值 那么对应的src的这个属性值 就是这张图片的url地址 对应的我把这个url地址我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把老师刚刚复制的url地址 粘贴进去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是 我复制了这个图片的url地址 它可以把图片给我们进行一个呈现 进行一个返回 那么对应的呢 第二层解析 第二层解析呢 就是解析到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图片的src的属性值 也就是img标签下src的属性值 这是第二层解析 好 针对于两层解析呢 给大家补代码 直接录代码 解析呢 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3.1 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数据类型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前获取到的数据是不是html标签 html支付串类型 它是一个支付串类型的数据 那么第一步通过转换路 转换数据类型 可以把html支付串转换成一个select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它就具有一系列的数据提取的方法 老师今天呢 就使用xpass的数据提取 提取到我想要的数据 首先呢 我需要导入一下puzzle这个模块 import import puzzle import puzzle 导入了之后呢 同样的 如果说没有安装的话 没有安装的话 也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去安装 同样的可以通过pip install 然后把这个给大家改一下 同样的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去安装这个模块 那么安装这个模块之后可以直接使用puzzle 点selector puzzle.selector就可以转换数据类型 对应的我是不是要把data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之后呢 我用一个啥 我用一个html 我用一个html data 变量接收一下我转换之后的数据类型 那么在这里他转换之后是不是把它转换成一个select对象 他现在整个html data这个变量 他是一个对象 他是一个对象 好所以呢 转换了数据类型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数据解析的第二步 就是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 因为当前这个对象他是不是具有数据解析的一系列的方法 对吧 我呢通过html data通过点的方式 通过点的方式是不是这里有一个xpass的预法提取 还有re正折预法提取 还有包括css选择器 包括属性标签 等等一系列的数据提取的一系列的方式 那么我们今天要是使用xpass 针对于当前的这个html标签做提取的 好吧 好 那么在quad内部呢 是写一系列的xpass提取规则 html很容易 不需要学 肯定要学啊 基本上学一点基础就可以了 认识一些标签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代码可以提供吗 代码不提供啊 老师想让同学们自己动手敲啊 很多同学要了老师代码啊 跟其他同学 跟他的同学炫耀 你看我写了一份代码啊 把整个爬了多少张多少张图片 这个我也之前也碰到过啊 同学自己写好吧 整个代码又不多 不要就是没有找到文件 这是可能跟你的配置有关系啊 跟你配置有关系 parse parse是解析的意思啊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xpass一去 这个你用的哪个模块顺手 你就可以使用哪个模块好吧 不会啊 我还没学到 具体的你再学 慢慢听老师讲吧 好了 那么在块内部呢 是写一系列的 xpass提取的一个规则 首先我是不是第一个数据提取 我要提取到五官一些页面啊 这个页面太多了 这个也关掉吧 这个也关掉 第一次提取 我是不是要把整个这个页面当中的 相册当中的URL地址给提取到 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好 点击检查之后呢 我在这里啊 我找一个标签 找一个标签 我就从这里直接开始去吧 从这里直接开始去 好 首先呢 我可以根据 属性的精确定位 定位到这个DIV标签 因为它有一个class属性值 对吧 好 定位到这个标签之后呢 我呢 可以继续跨界点 或许到UL标签 UL标签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我可以根据 标签的成绩提升 去获取到A标签 然后进而提取到所有A标签的它的属性值 好 在这里给大家快速的写一下这个 Xpass代码提取的一些规则 好 具体呢 这里 首先跨界点或许到DIV标签 它有一个属性值 我add它的一个属性值 这个属性值是老师刚刚复制的属性值 好的 下一步呢 继续跨界点 或许到UL标签 UL标签 下一句是LI标签 继续往下一句手走 是LA标签 对吧 好的 我需要的是所有A标签 它的属性值 我add它的哪个属性值来着 和ref属性值 我add它的和ref 和ref 我直接add它的A标签的和ref属性值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所有相册的URL地址 我给它提取到 同样的 根据Xpass语法提取到的数据 它同样的是返回一个select对象 返回一个select对象 我呢 下一步要从这个select对象 把我们的数据给提取出来 从对象当中提取数据 这里呢 同学们你可以使用点 extract的方式 那么点extract 就是从select对象当中取数据 把select 这个前面的这个对象当中的所有数据给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data list 这个变量来接受一下我取出来的数据 然后呢 我进行一个下一个进行一个print函数打印 打印一下data list 然后接受右键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啊 通过老师呢 打印出来的数据是一个列表 对吧 是一个列表 列表当中呢 有若干个元素 那么每一个元素呢 是不是对应的就是 一个像测的urlt值 对吧 我任意的鼠标左键点击 是不是就可以进入到像测内部当中去 对吧 像测内部当中是不是一些大图片 高清质量的一些大图片 我再次换一个 换往继续往后翻 换一个 点击 是不是能够跳转到我们像测内部当中去 那么我们证明啊 我们的这个整个Xpass的语法提取 写的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误的 好吧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一次数据解析 第一次数据解析 那么解析到了这里呢 我们下一步啊 就是 变力 列表当中的一些一系列的元素 首先啊 下一步 变力列表 中 所有的元素 我把整个datalist 这个列表上的元素 我给他提出来 好吧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看他同学们说了啥 没注意啊 不好意思啊 Xpass是什么意思 Xpass呢 它主要是一个数据提取的一个方法 一个规则 一个规则问题 具体的呢 同学们 今天是获取到的 一个HTML 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对吧 那么针对于HTML 这个 这些标签类的数据啊 同学们使用Xpass来提取 比正值提取来更方便啊 更方便 Xpass是什么 它是一个数据提取的一个规则 一个规则 对应的呢 它有一系列的语法 包括这个双斜杠 包括它的一个中呼号 还有一个at 这个符号 它都有它的一系列的特定的 意思 我直接右键 copy Xpass 为啥打印出来的列表是空的啊 老师不建议你直接右键啊 因为呢 你直接右键你选出来的一系列的Xpass呢 它是 单个标签的Xpass 也就是说同学们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右键 不是这里啊 检查 对吧 然后呢 针对于当前这个标签 你可以copy Xpass CopyXpass 对吧 你是这么copy的 那么你这么copy呢 你当前只是copy的 当前这一个标签 针对提取到的就是这一个标签 你只可能提取到一个标签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哪些需求啊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于当前所有相册 所有相册的A标签我都要提取到 对吧 这个要自己写啊 自己写 正则的方法也码一遍啊 正则的方法难得码了 为什么呢 正则呢 你只需要把当前啊 当前标签当中的 左键啊 我打开右键 查看玩源代码 往下翻 往下翻之后呢 你只需要把当前这个A标签 你给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 粘贴到我们代码中 针对于你想要的数据 你首先把它给删掉 删掉之后 使用点心的方式去提取数据 好吧 点心问号也可以 这个是正则 正则提取我们的这个HTML标签数据啊 它很麻烦啊 因为它甚至于多加了一个换行 它标签这里啊 任何一个标签 它多加了一个换行 它都可能提取不到数据 正则需要你把所有的情况都写进去啊 才能够完整的匹配到数据 那么针对于当前这个数据是 HTML标签数据 使用XPAS或者说CSS选择器 提取来说真的是特别方便啊 比正则好用的多 那么在这里呢 就讲了讲了这些 使用括号啊 点心问号去匹配 对啊 对 万年的 这个我也不强求好吧 你万能的也没问题 可以那么说吧 因为正则确实是万能匹配方式 万能匹配方式 可读性塞刷不好维护 这个也是的 这个后端代码一旦有任何改动 前端代码一旦有任何改动 它的正值提取就没用了啊 COPY它上一层 COPY它上一层 你怎么可能获取到它的一系列的属性 XPAS HELP 怎么批量提取 这个呢老师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吧 XPAS HELP呢 它只是一个插件 针对于呢 我当前我把这个 这个XPAS语法 我复制下来好吧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粘贴进去 可以看到 当前右边呢 是针对于 老师复制的 针对于老师复制的XPAS语法 它给我们提取到的一系列的数据 可以看到有24个数据 对应的呢 是不是有24个相册 这个呢 就是XPAS 它只是一个工具 它只是辅助我们写 XPAS语法的一个工具 如果说呢 你在这个工具当中 能够提取到数据 反而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提取不到数据 一切以代码为准 一切以代码为准 好吧 因为工具它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工具啊 它是针对于当前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当中的数据 渲染之后的数据 你使用这个工具 是不是能够正常匹配到 如果说它是一个动态网页呢 那么它的数据获取在说 你没确定它的动静态的话 那么它就一般获取不到数据 对吧 这个是XPAS help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这个不讲了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好 这个是设计到后面的数据解析 数据解析 好 继续往后讲 我便利列表当中的所有元素 我把这个所有的相册的URL 我给它便利出来 首先呢 for 构建一个复循环 for A list in data list 好吧 那么A list呢 朋友们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当中 这个变量它指在什么呢 指在 data list当中每一个元素 同样的朋友们 你可以答应一下 A list 右键点击运行 是不是 把所有列表当中的每一个相册的URL地址 我给我们打印出来 对吧 好 这里就不打印了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发送 发送 相册 URL地址的请求 发送相册 URL地址的请求 我发送了相册内部当中的URL地址请求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相册内部当中的一系列的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 我们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数据 我是不是能够获取到了 好 那么发送请求呢 也是使用request 点get的方法 对吧 然后把A list 这个相册的URL地址传递进去 传递进去之后呢 大家不要忘了 传递要传递 传递 Head的参数 具体的在这里呢 我同样的返回一个response响应对象 那么同样的它是获取到的数据是 HTML标签数据 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对吧 那么使用.text的方法 从response响应对象当中取出它的文本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response s2-tube -tube 编量 来接受一下这个相册URL地址请求的一系列的数据 好吧 那么下一步呢 我就是啊 二次解析 二次解析呢 就是解析 解析相册 内部 图片的数据 相册内部图片的数据 也就是图片的 url地址 这是下一步 那么这里 就是我们的二次解析 二次解析数据解析 是不是跟前面一样 也需要转换数据类型 也需要第二步解析数据 对应的呢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写注释了 好吧 不给大家写注释了 这样的通过puzzle 点selector 然后呢 把我们的response to 获取到的相册内部当中的数据 给传递进去 这是数据解析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html -2 这个编量来接收到 转换之后的数据类型 这是转换数据类型 那么第二 第二步数据解析 是不是通过html-2 点xpass的方式 去提取数据 对应的呢 在一块内部就是写 xpass语法提取的一个规则 那么在网页当中 右键点击检查 点击检查之后呢 我从这里开始取啊 从这里开始取 首先呢 我通过跨界点 获取到div标签 这个div标签 因为呢 它有一个class属性值 对吧 class属性值 然后呢 通过标签层级低帧的方式 定位到a标签 定位到img标签 取img标签下的src的属性值 好吧 好啊 我们写代码呢 我首先把这个class属性值 我给大家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写代码 首先跨界点 获取到div标签 它有一个属性值 我add它的一个class属性值 下一步呢 是a标签 a标签 它下一步就是a标签 对吧 a标签的下一步就是img标签 我呢 需要取到的是 所有img标签下的src的属性值 我add它的src属性值 那么这样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相册内部当中的这个src的属性值 我给它所有属性值 我给它获取到 我给它再复制一下 对吧 这个是相册内部当中图片的url地址 我首先给它复制下来 同样的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粘贴进去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展示图片的一个样式出来 所以呢 下一步就是 这个是我们提取到的一系列的图片 xpass的规则 这个或许到了之后呢 我们也同样的可以使用点extract extract 那么这里我换一个方法 extract first 因为为什么我要换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是取前面selector响应对象当中的第一个数据 为什么只有只有取第一个数据呢 随便 因为啊 我当前 我获取到这个相册内部当中的数据 它是不是 只有相册内部当中 只有一张图片展示 对呢 下一张图片是不是 我要点击下一页才会展示下一张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提取到数据根据写这个规则啊 这个xpass语法提取的规则 它呢 只可能提取到一个图片的url地址 所以说呢 只有一个数据 我就使用extract first 进行一个数据提取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使用imgurl 变量 接受一下 我提取到的一系列的数据 然后呢 通过print函数进行打印 打印imgurl 右键点击运行 好 在这里啊 控制台当中是不是给我们打印出了一长一大串的图片的url地址 对呢我任意的点击啊 是不是也可以发生页面的跳转 再次点击最后一个好吧 是不是能够发生页面的跳转 好 这里呢 我根据能够发生页面的跳转 证明我们这个xpass语法提取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也是没问题的 呃一看老师解读就是老司机了啊 header是在哪里复制 在数据抓包当中数据包当中复制啊 也可以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也有啊 header是复制呢要通过数据抓包好吧 老师也在课程当中讲过 在前面讲过了好吧 在前面讲过 随便呢你可以 看老师的路波啊看老师路波 因为老师之前讲过这个 这个知识点好吧 现在老师再讲一遍的也个单顾同在座的 所有同学时间 get extract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没区别 这里呢你是不是可以换成get get all 这里要换成get all 这里可以换成get first 好吧我记得 没有区别啊 这两个方法都没有区别 都没有区别 呃属性值是干什么用的 我在这里首先啊 双斜杠 他什么意思啊 跨节点提取 跨节点 也就是说你通过双斜杠可以直接 跨到div这个节点 后面呢你写上他的一个中国号 add他的一个class属性值 这个呢是属于属性的精确定位 因为什么 因为当前很可能啊 当前这个页面 可能有很多个div标签对吧 你看到 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个div标签 那么根据他的class属性精确定位是不是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一个具体哪一个标签 这个就是class精确定位标签啊 根据属性精确定位到这个div标签 啊啊美女快到硬盘里来 没问题了吧 肯定可以爬视频 肯定可以爬视频 啊针对于从这边啊 啊没问题的吧 那么没问题的话呢我们继续接着往下讲吧 继续接着往下讲呢我是不是 获取到了所有图片的url地址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要做什么 也是同样的请求 哎 请求图片 url地址 请求图片的url地址 同样的使用 request 点get的方法 然后呢把我们图片的imgurl 给传递进去 记得要传递上headers参数 对吧 同样的在这里啊 他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请求所有图片的url地址 得到他的图片的数据了 那么在这里呢 跟我们前面不一样啊 因为前面 我们获取数据 从response响应对象当中获取数据是不是有用的.txt方法 获取文本数据 那么在这里他的数据格式是图片数据了 所有图片的数据他通通的都属于一个 二进制数据 二进制数据 那么针对于二进制数据他的提取方式呢是使用点 content 点content 所有的图片 音频 视频 这些数据通通的都属于二进制数据 所有二进制数据的 获取方式是使用content的这个方法 好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一个img data 编量 接受一下我获取到的图片数据 多变数据会知道了 能爬YouTube的视频吗能爬能爬 不注册看不了啊大陆手机号注册不了 这个翻墙就可以了 可以用插件只要你能看到的都能爬 这个这句话说的特别没毛病啊 我们做一个爬充工程师啊 有一句话呢是什么话呢 能可见即可爬 可见即可爬 也就是说你能够用右脸看到的数据 只要能够看到都可以爬 大陆手机号印制不了 这个 我也不方便多说啊 这个不不能 在公开课上教大家一系列的 一些的那些黑技术好吧 好这个呢我们请教了图片数据 图片数据 你可以看到我吗你可以看到我你也可以爬啊 我请接到了数据数据 那我们接下来也讲数据保存了啊第四步了 第四步了啊第四步了图片保存了 美女快到盘里来对吧 第四步保存数据 那么保存数据呢首先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 准备 准备 文件名 准备文件名 那么准备文件名呢 我们可以怎么准备呢 准备 因为前面 因为前面我是不是把所有图片的URL 地址 我给解析出来了 对吧 那么我们文件名呢 他是不是要文件名称加上他的文件 尾罪 那么在 图片的URL地址的最后一段 也是这一段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图片文件名 包括他的 文件名以及他的文件尾罪 对吧 那么我们下面下一步呢准备文件名 可以使用 Split切割的方式 把它的 图片的URL地址进行一个切割 首先呢根据RIMG URL通过点Split方法 点 Split的方法进行一个切割 那么切割呢我用哪个符号进行切割 我用这个斜杠 这个斜杠这个符号进行切割 切割之后呢 他会返回给我们一个列表 一个列表 列表当中呢是根据斜杠 他会把所谓的 元素 把它组成一个列表 传输到列表当中去 那么 首先通过斜杠进行分割 分割之后啊 我们要的是不是列表当中的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在这里可以指定他的一个索引值 -1 指定他的索引值 因为我需要的是列表当中的最后一段 是吧 好 这里呢是一个我定一个fearnet 这个编量来接受一下我准备的文件名 这是第1步第2步呢就是保存数据了啊 第2步就是保存数据 那么保存数据呢可以使用为之 open的方法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首先啊我在当前这个项目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img文件夹 可以看到当前这个img文件夹是空的 是空的对吧 我呢需要把所有的图片保存在当前的img文件夹下 那么为之open这个方法呢 左边首先要指定他的一个文件路径 当前在 我们的pycharm代码bgc当中啊可以直接写img 他默认的使用一个相对路径啊 后面接上的一个双斜杠 双斜杠的表现是他文件路径的一个分割服 分割服 具体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图片保存在img这个文件夹下 这个文件夹下后面是不是还要加上他的一个文件名 加上文件名 继续往后走呢通过一个逗号指定他的一个文件写入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是写入图片数据 图片数据是二进制数据 那么二进制数据的写入方式呢是wb wb 二进制图片的写入方式 后面是as一个f文件对象 这个f可以看作一个文件对象 那么在withopen这个方法呢 可以通过f.write 进行一个文件写入 写入哪些数据呢 写入我们请求到的图片数据 我把这个imgdata复制下来 写入到文件当中去 好吧 好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我写一个print函数 打印上字符串正在保存图片 正在保存图片 对应的呢我是要把图片的文件名 给大家打印出来好吧 f.write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呢 对不对 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最后一步我们即将完成了 即将完成 我为什么刷那么多鲜花 好 右键点击运行 看能否运行我们当前的这个整个程序 可以看到啊当前这个程序正在跑对不对啊 啊我再次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之后呢这个img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是不是 针对于当前有24个项目 这个呢是我们爬学到的一系列图片 然后呢 点开图片是不是能够正常播放 啊 这个因为图片太长了图片太长了对吧 我以为没有图片的吓了我 是不是图片能够 也可以 看没问题啊接下来就是观赏图片的时刻了对吧 对吧 对吧 哎哎快过快过哎快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个还行啊 不能那个太多对吧 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对吧 把图片是不是能够正常播放啊那么证明我们当前整个代码 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 宽 观赏 没有好吧我 我是个正经人啊我是个正经人 怕手安装不了是吧你的派生环境有没有配置好啊 还有你的如果说你没有修改一些 安装员的话呢你可能发生一些安装 安装超时报处啊 因为如果说默认的 派生环境他是使用国外的 国外的一些安装员啊也就是说他是使用国外的一些网站 啊 看代码是吧啊这个 这个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对吧 直接看代码对吧 看代码就这么多 这个呢也是单页面数据的一个爬取 单页面数据的爬取 那么如果说同学们 整个代码也就多少行 40多行 还除去一些 注释还有空格对吧 好如果 同学们 比如说没问题的话呢 继续来接接下来讲什么 讲我们的页面循环抓取 对吧因为后面还有多少页啊 后面还有几页数据对吧 还有几页数据 最近会讲数据可视化或者图形界面的一些内容吧 这个我也不清楚 因为 老师是 轮流着讲我们的公开课的 我也不知道其他老师具体的会不会讲好吧 这个呢 之前肯之前也讲过这么这个 数据可视化也讲过啊 讲过 这个同学可以 关注我们的清单教育的直播客户上好吧 啊 代码前面几行 前面几行 在这里就这些 被迫禁欲 如果说同学们没问题的话呢 那么就接下来讲我们的 页面的循环抓取 好吧 页面循环抓取 后面还有若干页对吧 还有五页的数据 我我继续来接下来 那个本人没人话 一句卧槽走天下 接下来讲 我们的后面的循环抓取 循环抓取呢 我首先 新建一个美桌02 好吧 新建一个py文件 02 我会呢 在当前这个02这个文件夹下 我呢 写一下页面的循环抓取 首先呢 我要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当前这个页面啊 可以发现 通过老师 点击翻页 点击这个 翻到第2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url 地址 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 首先我把这个图片给接下来 这个图片呢 是第1页的url地址 对吧 我接下来放在这里 然后啊 同学们注意仔细看 仔细看 通过老师点击第2页 你可以看 他的url地址有没有发生变化 你上下进行一个对比 上下进行一个对比 他最后一个数字 是不是由1变成了2 也是这个数字 那么我继续来往下翻啊 往下翻第3页 那么第3页呢 他最后一个数字又是不是从2变成了3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就可以确定啊 他翻页的方式是不是通过最后一个数字的改变来实行翻页的 对吧 那么由此呢 可以确定啊 首先我把这个整个url地址 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去 啊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他翻页是通过最后一个数字改变去翻页的 我首先把最后一个数字删掉 删除之后呢 我首先 写一个 大括号 大括号 这边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接口 看作一个接口 好接口 指定好了之后呢 首先我预留一个 写一个for循环 for page in range 1到多少来的 他只有5页对吧 1到6 1到6 为什么是1到6 这个是因为 range这个函数的范围问题 范围问题 任这个函数呢 它是一个左臂右开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 他包括1啊 但是他不包括6 但是他是不是可以取到5啊 所以说呢 你想让他取到6的话呢 你要这里要写成7 好吧 这个是翻页 翻页之后呢 把下面所有的代码进行选中 选中 然后按我们的tap键进行一个缩进 让他在整个for循环下面 for循环内部当中去 啊 这里啊 有一位这个新学员 恭喜我们的李同学啊 通过支付 学费3000元 报名从零基础 入门到爬中学习的课程 如果说同学们 想了解我们 清灯教育 课程体系 VIP学习班的同学啊 可以加上我们这个 清风老师的微信 这是我们清风老师微信的 二维码 大家呢 可以扫码加一下 扫码加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清风老师 这位同学呢 是刚刚找清风老师 报名了我们 VIP系统学习班 享受到我们清灯教育 提供的所有VIP服务 包括 后续的就业课程指导 还有一系列的什么 课程的赠送吧 好像还送一些 基础学习的一些 Person的语法 具体的详情 同学们 你可以咨询一下 我们的清风老师 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那么这位同学呢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整个 课程学习的课程大纲 相信同学们 对这个图片那是很 看过了对吧 很熟悉了对吧 这个图片呢 老师在上课之前呢 也给大家看了 也给大家看了 这个图片同样的也是我们 清灯教育的 VIP系统学习班的一个 课程大纲 那么整个课程大纲呢 会交到课程大纲 当中所有的知识点 可以看到非常多 对吧 这些知识点团们 在我们整个 VIP系统学习班级当中 都会教到大家 这些技术点 都会教 那么整个课程 给大家详细的 介绍一下吧 简单介绍一下吧 简单介绍一下 整个课程 分为三个部分 Python好学吗 Python好学啊 比其他语言好学多了 特别是 比C语言好学多了 比加尔语言好学多了 比PHP语言好学多了 真的 学了能干啥 这个 等一下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首先老师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大纲的 一些学习知识点 首先第一部分呢 是Python高级开发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教大家 从零基础 入门 Python语言 所以说啊 如果说同学们 是零基础的同学 或者说 非计算机 相关专业的同学呢 你完全不用担心 自己学不会 因为我们精灯教育 整个 VIP系统学习班 它是面向零基础 开始教学的 好吧 所以说呢 特别是零基础的学员啊 往往是 这些零基础的学员 到了中期 他往往跟海绵一样 你知道吧 他学的是越来越快 越学越兴奋的 这些学员 所以说呢 零基础的学员 它是一个可塑性 可塑性比较高的一个学员 这个是Python高级开发当中 会学到的一些内容 包括他的面向对象编程 对吧 还有一系列的Python 基础知识点 基础语法 数据类型 也同样的都会教大家 所以说 这个是面向零基础教学的 给大家说一下 课程大纲的第2部分呢 是我们的爬送课程 爬送课程 老师今天也是讲的一个 爬送课程的案例 对应的对应的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通用爬送 也就是老师今天讲的这些 技术点 就是通用爬送当中的一系列技术点 也是使用request这个模块 请求数据 使用一系列的数据解析模块 去解析数据 这是通用爬送 会学到哪些试点 后面还包括 selenium 自动化测试工具 继续用自动化的一系列的操作 继续往后走呢 在爬送课程的第2个部分呢 是框架 今天有位同学问老师啊 我说框架和老师写的这个通用爬送 有什么区别 对吧 和老师写的代码有什么区别 老师给大家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框架当中啊 爬送框架 封装了一系列的 爬送所必备的一系列的方法 以及功能 对应的呢 你使用框架进行爬送 直接调用他的方法 就可以了 不需要跟着老师今天一样啊 需要哪个模块 首先要导入一下对吧 导入之后呢 还要针对特定的模块来进行使用 那么框架当中就直接调用的 直接调用一系列的方法 还有东西问老师啊 老师框架 可不可以直接学框架 你直接学框架 你不了解 像http协议 不了解tcpip协议 不了解什么 网络通信当中的一系列的底层知识啊 你是面试都很困难的 那么我们整个课程大纲啊 他是面向就业开始教学的 为什么 因为就业他是一个 特别硬的点啊 特别硬伤的一个点 如果说呢 你学东西啊 不能就业的话 那么你学这个东西真的是白费了 啊 那么有同学 跟跟老师说啊 老师 我不想就业 我只想当做一个兴趣来学习 如果说呢 这些同学呢 你可以学习爬送之后啊 可以做一些外包啊 做一些项目 自己接项目 像老师呢 也提供了 正规的一系列的外包渠道 加入了我们 VIP学员的同学啊 都会介绍外包给同学们去做 好吧 后面呢 还有一系列的爬送提升 爬送提升这个阶段呢 会教的大家 一系列的反拔反拔点 像图片验证码的反拔 字体反拔 还有gs解密的反拔 还有 爬送框架的一步跨送 使用鞋层 对吧 通通的都会在爬送提升方面 会教大家 这个是呢第2个部分爬送课程 爬送课程 第3个部分呢 是数据分析课程 有个同学对数据分析也特别感兴趣 在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同学 那么数据分析呢 可以看作一个什么呢 可以看作一个 也可以看作一个岗位学习的一个 知识点 现在也有一个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 那么这个岗位呢 往往是一系 公司当中的运营 还包括电商行业 还包括股费行业 那么这些行业呢 学习数据分析 还有做什么 做什么 像我们学员 有一个做什么的 做 做报表的 做造价 工程造价 那么他学数据分析 他就可以 把他爬到的数据 分析出来 从而挖掘出数据潜在的一个价值 那么像数据分析课程的 也分为三个部分 数据预助力 数据清洗 包括 后面的 数据可视化 这三个部分的 也会在数据分析的 课程会教到大家 好吧 那么首先就给大家接受到这里 接受到这里 这个是 我们整个 清单教育 VIP系统 学习班的一个 课程大纲 如果说同学们 想要这个 课程大纲 语言图的同学 想学习 Python语言 想跟着老师一起来 加入我们的 清单教育 VIP系统 学习班的学员 可以 加到我们 左上角的 清风老师 找清风老师 咨询一下 我们整个 课程大纲 要学哪些技术点 咨询一下 我们 报名了 VIP 享受到什么 VIP服务 咨询一下 任何学费问题 包括一系列的 职业规划 都可以找到我们 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去咨询 好吧 我学了半年 基础没掌握 这个是 自学的同学 可能是 因为老师也很 很懂 这个自学的一些 弊端 老师也是自学过来的 之前也给大家说了 老师自学 摸爬捆打 一个一个坑踩了 五年 才有了现在的 这些技术 对吧 现在一系列的技术点 朋友们 你想踩多久 你想踩这坑踩多久 这个 课程全部学完了 能找到工作吗 得学多久 首先啊 咱们整个课程大纲当中的内容 老师刚刚讲了 是面向就业开始教学的 所以说呢 找工作呢 在学习完之后 老师会特意开设一个就业培训班 在这个班级当中呢 会教导大家 第一个修改简历 第二个呢 会把往期学员面试的一些面试题 面试录音会通通的给到大家 所以说面试呢 有老师教导的啊 面试有老师教导的 相信呢 同学们 跟着老师来学啊 都能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得学多久呢 这个我们整个课程大纲的学习时常呢 是 4个月左右的学习时间 4个月左右 就学完整个 课程大纲当中的一系列的内容 学完之后 直接面向就业 是吧 甚至于呢 有的同学学完之后啊 就业之后 还找 还自己做一些外包 做一些项目 赚一些零花钱 结私活 对吧 照片要求18岁一下 这个 没有那么 先上上课嘛 对啊 先上上课 我们呢 是跟腾讯课堂合作的 培训机构 4个月 我们掌握嘛 4个月 取完整个课程大纲当中的所有内容 一天8节课 一天是上两个小时 上两个小时 具体的上课时间呢 是每天的 晚上8点到10点 上两个小时 相信呢8点到10点啊 对于任何人啊 都没有时间问题 时间上的冲突 如果说你是学生呢 包括你是上班族也好 学生也好 这个晚上8点到10点 除非你去碰滴了 除非你去泡巴了 基本上都有时间 有录播的吗 有录播的啊 有时间写作业的 这个也是位好学生啊 录播呢 如果说想要录播的话 也可以加上我们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好吧 这个是我们 今天教育 VIP系统学习班 想跟着老师 系统学习 我们的 爬升课程 和数据分析课程的同学呢 可以加到我们 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直接找清风老师 咨询一下 好 接下来讲呢 我们的 页面循环招取 这里呢 写了一下 这个缝循环 对吧 写了一下缝循环 那么循环内部呢 配置这个函数 这个参数也写了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 你可以通过点 format 然后把配置传递进去 点format这个函数啊 可以把format函数当中的数据 传递到前面字符串当中的 过号内部当中去 这个就是点format这个意思 这个函数的意思 好吧 那么这个配置呢 还要处理一下 因为当前啊 我们所有的url地址 他的数据类型都 他通通的都属于字符串类型的 那么在这里呢 配置这个函数 这个配置这个 变量 他的数据类型 是整形的一个数据类型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需要用一个str 进行一个强制转换 把配置转换成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啊 那么写了这里之后呢 我同样的 打一个print函数 呃 起一句话正在抓取 多少页的一个数据 数据 后面对称一下 然后呢 同样的通过点format 点format把配置传递进去 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配置这个参数传递到前面的大货号当中去 好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把当前这个img文件夹下所有的图片我给他删除 是不是在当前这个img文件夹现在是空的 好 现在这里写了之后呢 我通过右键 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 程序正在走 对吧 然后打开一下当前这个 图片的 ur 呃 文件夹 打开一下 现在呢图片正在爬取对吧那个图片的项目也正在增加对面可以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能否 继续翻页啊能否实现我们的翻页的需求 好吧 啊 现在啊正在抓取到第2页数据了对吧正在抓取第2页数据 那么证明我们整个代码那是没问题的吧 也实现了页面的循环抓取 啊那么现在呢 能够看到 这个循环抓取页面效果同学给老师刷的鲜花好吧 现在呢刷刷刷爬去到了40多张图片 观赏 观赏待会待会 这个不急对吧 这个呢现在刷刷到了第4页啊 我们整个页数是不是5页的数据 对吧 咱们可以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那么整个代码呢 也就是这些 同学们 在课后呢也可以观看老师的录播 往后翻一下啊 往后翻这里是吧 翻页的老师就加了两行代码两个代码加了三行代码 老师就加了三行代码 咱们都是正经的 这技术要学多久才能做出来 这个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通用爬虫的一系列的技术点 这个让老师学可能估计 老师10天半个月可能就 学的会 一样脚的金风老师好吧 好那么整个的页面呢 翻页也没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观赏图片了啊 这个过一下过一下 现在图片也能够正常的观看对吧那么证明我们的整个程序代码楼系 包括咱们图片都保保存起来了 那么我们整个 爬送的这个案例我们就没问题的啊 那么证明我们没问题对吧 哇塞这个基本操作啊 不要扣6不要扣6 对吧 好那么针对于老师的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 主要是啊 主要是啊 主要是 带同学们了解一下我们作为一个爬虫 该如何去获取网上的数据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呢也是 交一些 通用爬虫啊 通用爬虫的一些的技术点 那么通用爬虫的 这些技术点呢 也是 特别容易的一些知识点 主要是 难的话呢 主要是一些 像html标签学习来可能 要稍微费一点时间 这个 第二个呢像一些网络底层协议 好那么 课程讲到这里啊相信同学们 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 同学们对于 我们的爬虫学习 通过这个小案例 可以看到 我们学爬虫做爬虫 就是跟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一样 通过一个代码 去获取到网上的一系列数据 这些这一系列数据呢 包括 老师刚刚讲的啊 图片 视频 音频 文字 这些数据等等 所有网上可见 可以见到的数据 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数据 都可以用我们的代码 去爬下来 好吧 这个也是我们做爬虫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通过这个简单的爬虫小案例呢 同学们也现在也了解到了是吧 爬虫来干什么的 目前呢 听了老师讲这段公开课对吧 听老师讲这个案例 对于 爬虫学习有没有产生一些 一丢丢的兴趣啊 同学 啊 听老师讲这段公开课对爬虫学习 产生兴趣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好吧 听了老师讲那么多 同学们 对爬虫学习 产生兴趣的同学 给老师扣个一 如果说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呢 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聊一下吧 聊小天啊 呃 作为一个爬虫工程师 具体的在工作当中要学哪些技术点 我们针对于技术点 给大家讲解一下 学爬虫要学哪些技术点 好吧 老师有系统化的视频吗 系统化的视频呢 有咱们的vip 学员的一系列的视频 详细呢 你可以报名我们的vip系统学习班 好吧 报名的方式呢 你可以咨询一下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先想学 但是学费有压力 还在读书 老师明天我们爬自己 这个不可以啊 针对于学费有压力的同学 小朋友们 如果说学费有压力呢 你可以找到我们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你呢可以通过分期免息的方式去报名我们的vip系统学习班 那么分期呢产生的利息费用啊 由我们清登教育为大家负担了 也就是说啊 通过分期免息 报名咱们清登教育 vip系统学习班的学员呢 你是只用还本金的 利息费用啊 由我们清登教育为大家负担了 那么第1个月呢 也是零首付 零利息的去 报名到我们的vip系统学习班 第1个月你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具体到第2个月才开始还本金 那么分期呢 可以分为36912期 具体的看一些分期的平台 详情呢 想通过分期免息 报名我们清登教育vip系统学习班的学员 可以加上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找清风老师咨询一下 好吧 有折扣吗 我我不要基础的课程 这个呢 根据你这个情况 老师可以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安排 好吧这个 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咨询一下我们左上角的清风老师 我将狗 scribe 数据库 流程已经过了啊 这些技术点你都已经学了对吧 已经学了 你可以往数据分析也学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数据挖掘 爬虫 也就是数据挖掘 和数据分析啊 他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一个 知识点 很多 包括爬送岗位 他都需要你会一些 数据分析 如果说呢 你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你 都会 那么你在 工作当中的 竞争 就业的 竞争力就比较高 好吧 数学不好怎么办 数学不好 那么整个数据分析呢 主要是交到一些数据的运用啊 数据的运用 老师数据也不好 具体来说你学到数据呢 就差不多了 数据